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 欢迎收看副甲天下 我是顾老师 今天大盘就是跌150点 160点 台面上在找盘的时候 其实它是开高的 台面上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早上最高是涨了 大概是16215 大概涨了65点 尾盘杀破了16000点 然后再回弹到收在16000点附近 就是说 它是很故意的去杀破16000点的整数关卡 然后让它做一个收缴的动作 16975 15975 对不起 破最低的是15975 这个整理性的行情来观察的话 预估的盘 预估量只有2100 现在是2300 那从头看到尾 就看得到 这个是人工的操作盘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要这么做 尤其是在早上 它的所谓的AI的部分 任何一档AI 它就是在做一个杀盘 广达开平下沙跌了大概8% 这个跌很重 尾创跌到4.5% 那你再来自技嘉 技嘉也跌6.45 见顶也跌到了4.62% 光宝科也跌到6% 这个就很奇怪 但是如果我猜 如果说我看的没有错 鸿海是收高的 收高的 鸿海今天早上 我的节目讲得很清楚 鸿海就是这样子 它发生了一件事情 它叫做强倒众人推三人四虎 越讲越糟糕 一下子说大陆要收掉它的土地 又要说它的这个 逃漏税怎么样 查税怎么样 又掉单了 AI又掉单了 那它证明了它没有掉单 那既然鸿海证明 它没有掉单的时候 那是不是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AI单 又被鸿海全部抢去了 所以今天造成的所有的 像是广达 伟创 技嘉 人保 全部都要下跌5%以上 哪不成是因为鸿海没有掉单 所以所有的电子五个 其他的个股通通不要活了 我业务机会全部大幅衰退 所以我今天的股价要跌到5%以上 你认为我刚刚讲的有没有道理 鸿海不跌了 鸿海因为有AI单 所以其他接单的全倒 我死掉了 我接不到单了 我要赔驰了 你看它的股价是这种感觉的吗 鸿海是因为被查税所以灌破了 广达没有查税 它也在顺势下滑修正 今天补它一根的补跌量 今天出了7万张的量 尾创6万5千张 人保4万张都是近期大量 近期大量 然后再来看一下G家 G家也是26500张 跟昨天比是1万张 Double 今天看起来所有的AI的成分股里面 就是制服器的部分 代工的部分 这些全部都补跌 而且是出量补跌 它只有两个现象 一个是今天是10月31号 有法人在砍绩效 什么概念 反正我10月份 你看大盘 你看大盘 用大盘来解释比较清楚 10月份在这里 10月开局 10月开局在这边 16557 收完开局 既然中间有拉到16800 后来又掉到16100 1 16100左右 这边大概是400点 我想请问一下 它往上拉200点容易 还是往下砍比较容易 听清楚 如果我今天就已经开盘 就已经16200了 那我拉不回去16500 我没办法去跟大盘比赛这个绩效 那我手中这些个股 那我是不是反正就顺势再推它一把好了 那你说为什么不推鸿海 鸿海已经推下去 鸿海已经被推倒了 鸿海已经被推倒了 从100块推你一下 把推到96块 它已经推下去跌6% 所以 今天广达也要来凑热闹 跌个8% 对不对 尾创也要跌个4.5% 人保也要跌6.5% 就等于说你在最后一天的时候 大家都要来补跌 补跌干嘛 砍绩效嘛 我如果10月31号收盘价 比如说像光宝科99.9 收到99.9 大概就是100块 我们算100块好了 那我到下个月11月 我拉到110呢 那我是不是绩效就有10% 那我到年底能拉到20 120 那我绩效有20%嘛 对不对 对它来讲很简单嘛 光宝科在10月的时候是128嘛 高嘛 对不对 它拉回去就好了嘛 什么概念 我拉回去 那我的业绩 绩效看起来是不是逼 11月的绩效 是不是比10月的绩效多20% 它只要拉一下就好了 反正 我打下来的时候有人卖嘛 就有人买 那谁去买 散户买的吗 如果是散户 如果是散户这么厉害 今天不会跌那么重 一定是法人在砍 就在砍到你会去停损 它去触发这个所谓的停损担 这是很刻意去做的 本来广达 那在这边买200个200块 整数款款没有破嘛 它就在10点半的时候可以杀下来 198破了 当然这里面可能有什么 网络笑话我不知道 就是空 那我认为那是网络笑话 但是我认为这个是砍绩效的问题 那我也没有办法阻止它啦 反正 反正我意思就是说 AI的部分 不看这一根的话 不看这一根的话 它们还是就是在这个地方底部 做一个震荡 反正大概就是跟鸿海一样啦 砍下去之后呢 开始做一个破底翻 它如果没有做破底翻 就不会 筹码就不会洗得干净 它就是在洗筹码 这里反而是一个机会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没有砍了 你就不要砍了 你如果想加码了 这里就是一个机会 尤其是在AI这个部分 甚至于说也有其他的 我所谓其他说 其他的AI的周边 就是我们不见得要去做 如果你对于这个大型龙头股没兴趣 可以做别的嘛 别的嘛 这个仪鼎 看看好了 仪鼎 来 它要干嘛了 公控记忆体 它攜手挥达强攻AI业务 3到5年的时间点 要把从20%拉到35% 这边的KD也是准备黄金交叉 涨金交叉 都是在震荡 就是在中企中线 中间发起攻击线 因为它不是大型 而且不是高配息ETF买的 所以仪鼎今天没有跌到 仪鼎为什么后面会跌 因为大盘不好 所以被拉回来了 这边有没有看到 它如果不是跟高股息ETF挂在一起 它就不会有这个事嘛 而且好像11月份还有一件消息 就是说未来的ETF 它要公告你的凭准金 凭准金要公布出来 就是说你不能再闷着头说 那个就是用凭准金去配息 不行不行 你要公告出来 你要把净值及时计算 也许是有可能就是这样子 所以说整个体性ETF 做一个拉回的动作 对不对 你看嘛 广达嘛 对不对 那你说理由不是呢 你看这个没有配息的群创 诶 为什么没有跌 那有达也是平凡 它也没跌啊 那为什么群创不跌 如果今天是整体性的业绩很糟糕 如果说整体性的电子股很不好 你自己看嘛 群创在干嘛 群创在反弹啊 群创已经慢慢地回温了吧 业绩不好 业绩这么烂 如果说你真的是在砍 业绩不好 那我想请问你这个业绩不好 亏损了 你为什么不砍 对不对 业绩不好亏损了 但是已经在缩减了 人家已经亏损在缩减了 业绩不好准备反弹 业绩好了再砍股票 这个就是 老实讲啦 随可债周亦可复周 就是你太多人去挤这个ETF 所以它自然而然就会修正 但是呢 这个修正呢 也是最后一天 就是你10月30校再砍几校 就这样子而已 那这没有了 明天就不会这样砍了 因为它不是因为我礼拜五长假效应 它也不是因为我明天 今天晚上联准会要讲话说 我要再升息 它没有啊 它就是暂停升息嘛 那既然你美国这边暂停升息 也不可能是因为鸿海因为说 哎呀我还是有AI的单啊 全部AI全部跌 一架鸿海打死所有台湾的电子五哥 有可能吗 有可能的话 鸿海股价不会100块啦 清清楚啊 如果鸿海有可能 因为它接到AI的单 就把我们广达全部打死光的话 鸿海不会平均价格在110跟120之间啦 鸿海早就是三四百块了啦 它不会只有100块啦 更不要讲说 它的股价跟广达差多少 广达现在还有189啊 它还是领先鸿海100块啊 对不对 如果说你真的这么厉害 你老早超越人家了啦 我说股价啦 你不可能只有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有的时候不要人云亦云啊 真的不要人云云 因为我发觉到股票市场里面 最可怕的是三人四虎 讲导众人追众人推 这个今天你看得很清楚嘛 对不对 AI股在跌就全面性重挫嘛 讲这个讲那个 也不看基本面 对不对 我刚拿基本面给你看嘛 对不对 群创 单季亏损持续收链 旗下的子公司 瑞森光电做自动化X光的 除了生物科技以外 还有做工业农业半导体 就是所谓的非破坏性检测 非破坏性检测有超音波 有热影像 有红外线 OK 这个太复杂了 你就自己去看看 反正我要讲的是说 群创不是现在 它已经从单纯的面板厂 慢慢转到做跟生计有关系 转到跟卫星平板天线有关系 然后自己本身的本业亏损开始收链 就是大的电视面板已经开始出货直稳 这个就是产业面的改变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群创 友达 他们是紧际循环股 他们是电子业的紧际循环 如果说我的面板的报价可以直稳 再去对应台积电的法说会 我不是跟你说台积电怎么样 而是说PC跟手机中端市场稳定 好 代表什么 消费端稳定 再来AI市场三奈米 需求强劲 明年的业绩就是在AI的部分 就是在PC手机的稳定 加上AIPC AIPC要出来了 然后再来就是加上说我们所谓的卫星 滴轨卫星 因为滴轨卫星是必备的 滴轨卫星是未来准备架构的 这个商机很大 等一下回来再跟各位讲 滴轨卫星为什么它的商机比较大 好吧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84年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运作的投资顾问公司 拥有证券及期货双执照更是国内少数老字号的投雇公司之一 投雇业是一门良心的事业 面对的是高获利与高风险的投资 我们不造神更不沉默 专业智慧经验负责 用最严谨的态度最严格的标准来决定股票买卖 带领会员稳健的获利更是我们唯一的宗旨 运达投雇 真心照顾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 欢迎回来富甲天下 我刚刚跟各位报告就是说 我们为什么要去看这个低轨卫星 因为低轨卫星第一个 它发射的数量很大 数千到数万颗卫星 目前是马斯克的STAR LINK 星链的 还有设了大概几千颗上去 它主要是提供高速DM值和网路服务 因为以前都要拉线 拉固网 那用卫星的话其实 上去可能比较便宜 因为它覆盖的平方公里够 所以它的线路 就会比拉实体线来得更便宜 好 这是低轨卫星 还有第二项应用 华为它的MAT Pro 60 试着要用卫星电话 卫星电话这一块是 另外一个商机的应用 就是说我们现在在看 所有的这个所谓的低轨卫星里面 除了之前的网路以外 你说网路 台湾到处都网路啊 因为我们台湾 台澎机码其实很小 我们真的很小 所以说我们拉固网很便宜 如果在美国 不要说美国 加拿大好了 BC省 Vancouver 我开到Hope 要开两个小时半 那Hope也不过在隔壁200公里而已 200公里 在加拿大开是很近的啦 那我们台湾已经台北 我已经台北开到台中去了 台中在过了 200公里已经过台中了 可是对于在北美生活的 那也只是日常的routine而已啊 他们有时候通勤 都开到100多公里去了 所以你在拉100多公里的 那个固网里面 你就会损耗 要花很多钱 可能有松鼠去咬断线啊 还是有什么racoon 浣熊去乱挖东西啊 那你发射卫星 那我那一颗300万 我拉100公里 200公里的线 也是要一两百万 一样钱嘛 又容易坏 对不对 这叫做低轨卫星的商机啊 再来 第二个商机很大啊 更大 我发射的要多 然后呢 使用寿命又短 低轨卫星的使用寿命 只有5到7年 中轨卫星是10年 高轨道 这是军事卫星 这超过12年 一颗好几亿美金嘛 好几百 好几千万嘛 这可能好几百万而已嘛 可是呢 消耗率 功率 功率的问题 消耗率的高 又要换 对不对 所以 这才是商机啊 你在空中飞嘛 飞飞飞飞 烧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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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烧 未来的5年啊 Amazon AWS Amazon 它的服务 在2024年会开始 Amazon 这边是没有跟你讲说 它要做卫星 我慢慢跟你讲 它要做自己的卫星通路 那 微影是做它的伺服器 所以大家是挂在一起的 就是说以后我们再看美股的关键 要看亚马逊的股价 亚马逊股价目前在美国科技股里面算强势 它除了通路商以外 它的网路服务也越来越好 它 反正就是不一样 以后再给你解释 时间真的不开得够 来来来 先看第一个卫星 供应商 华通 台光电 什么 卫星天线 起机 圣达科 平板天线 群创 平板天线是什么 玻璃基板 加上天线 对 就是卫星碟 以前台湾不是很流行卫星电视 把那个碟子放到外面去对准卫星 可以看五六百台 看美国的电视 卫星电视 是这样来的 卫星电视衍生到现在的低轨卫星 衍生到现在的网路 我用扯 我用扯稍微远一点 路由器 重期跟起机 起机 你看出现好几次了 PA 五帽 对不对 五帽最近不是在大涨 就是这个概念 电源供应 康苏 群电 重期 有没有 重期也出现好几次 散热 齐虹 你看电源模组 电源供应器 康苏 系统电 群电 其实应该还有台达电 我认为还有台达电 所以这个概念是说我们的低轨卫星 其实对于我们台厂来讲是大家都会雨路均沾 我们之前做制服器的 做连结器的 做光纤的 做散热的 还是说我是做模组的 电源模组 还是做甚至于电源管理IC 都要嘛 为什么 我低轨卫星打出去之后我要接收器 我接收器里面就有电源供应器 电源供应器里面就有电源管理IC 那如果说我是利用电源管理 利用这个低轨卫星的接收器去连接我的AI制服器呢 好 我讲太快了 对不起 我的意思是说 低轨卫星上去 就拿这个来讲 它叫低轨卫星 这边接收器 我接收了 那我要 那我要开始解码 这边就有一个制服器 就是我们家里那个网路路由器 然后网路路由器里面是不是要电源供应 那这个电源供应器网路伺服器PCP都是商机嘛 就是地面的都是商机 就是你家多一个网路 这个网路是卫星网路 那我电源管理IC有很多种嘛 包含AI嘛 AI晶片的嘛 包含一般的电源管理IC嘛 对不对 所以你看 今天的6415的CD它也没什么跌嘛 是不是电源管理IC是不是比较抗跌 结论就是说你今天如果说 不是那个投信高持股 你大概今天就不会跌到了 如果是的话你就会跌到 就这样子 那我认为这是一天行情 但是真正的商机就是在后面 低轨卫星除了量很大以外 它还要换机场 我们看的是换机场 不包含我们自己本身的政策面 我们要加400亿去提振我们的卫星供应 卫星链 我们自己的星链的系统 政府已经说要丢400亿 那我认为这个400亿 其实就只是在做一个点火的动作 也算是鼓励的政策 就是说我们的政策面很清楚 从之前的国舰国造制造军工以外 再来就要走卫星供应 因为我们台湾的卫星如果打上去 未来也可以提供东南亚地区的一些 所谓的卫星的供应商 去做一些动作 因为我们台湾对外连结 只剩下海底电缆 那你地震的时候 你看我们地震完毕之后 网路都会变慢 那如果你卫星就会比较便宜 你修一次电台要几百万美金 几百万美金 所以卫星丢个三四颗 连到日本 连到马来西亚 连到菲律宾 甚至于说连到澳门香港 这样子 你至少能够有通讯 所以我认为这个低轨卫星是必然的趋势 必然的趋势 这个是一定要走的 那你必然的趋势走下去 就走到AIPC AIPC今天没有空 那为什么我说到AIPC呢 因为你AI应用嘛 AI伺服器做出来之后 因为传输嘛 那它这个微软 就会想着办法说 我要让大家都用AIPC 所以它就在它的软体里面 加注Core Pirate 意思是强迫你去用AIPC 它只是强迫你去消费而已 就这么简单 它故意要让你去消费 那既然要让你去消费 它就搞一个AIPC出来 逼着你要去换 因为我们2020年有COVID-19嘛 大家换机嘛 大家云端远端上课 那你现在要回去上班咯 大家都回去上班很久了嘛 那你机子放在那边 迟早也是要换啊 因为现在都是这样子嘛 这个AIPC好好用喔 写作业很厉害啊 我写论文也很快啊 甚至于不用网路 自己就可以生成 那更棒 是不是那大家就会去买 那这什么时候会发酵 明年嘛 年底就可以听得到很多消息 年底是什么时候 下个月啊跟下下个月嘛 我们现在就在年底的过程里面 现在就在季底啊年底啊 所以人家现在把你的股价打下来 年底两个月好拉抬嘛 绩效比较好做啊 就这么简单而已啊 打下来就是在做绩效 那如果你想要绩效的 你想要做账的 就跟着我 跟上他们脚步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